12月4日,在自博市张连区的新华学校门前,有一位身材微胖的老人,几乎每天早上7点左右,他会准时站在学校门口,向前来上课的小学生聚工问好,并随时阻拦越过安全警戒线的车辆。 这位老人名叫张善德,今年69岁,是新华学校的一名家长志愿者。自从当起志愿者,他每天平均要站立三个小时,就是为了帮助孩子们养成懂礼貌的好习惯。 每天早上,孩子只要一上学,将近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,都要给孩子举功,还底。这样就是说,老人应该尊重孩子,孩子也尊重老人。 到了中午上学,我们还要举功。也是孙子在这里上学,我才有这个条件,来呵护这些孩子。 大约在这里每天都要坚持三个小时左右,举功吧,都得上千次啊,我们有六百多孩子。 张善德是一名退休工人,他的孙子目前在新华学校的三年级就读。 因老人子女工作繁忙,他和老伴一直照顾着孙子的生活起居。 去年八月,张善德得知学校号召家长参与家校公寓的一系列活动后,便第一时间报了名。 他告诉记者,身为一名老党员,在退休之后尽自己所能,为社会多做贡献,他感到很荣幸。 我是一名直播室优秀共产党员,这是我应该做的一点事。 所以说我很愿意为社会做点贡献,尽管退了休了,还有这个能力,来为孩子的安全,呵护他们。 就正因为跟孩子们举功互相问好啊,原来我这腰椎也不好,脖子也不好,也疼,现在从这一年多了,脖子也不疼了,脚也不疼了,腰也不疼了,都受益了。 资博士张聂区新华学校校长黄俊霞告诉记者,新华学校的学生大多是来自外来无工人员家庭。 学生家长平时都忙于生计,很少关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习惯。 学校自去年设立家长志愿者组织后,很多家长都参与其中。 我们这所学校是未来无工学校,孩子和家长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区,他们来到张店以后对张店比较陌生。 从孩子的安全这一方面考虑,我们就设立了互学岗。 可以说在张善德老人的带动下,现在有好多的家长主动参与到互学岗位,协助着咱们之前的老师还有保安,一块为孩子安全服务。 张善德老人每天向学生聚功问好的行为,感动了很多学生家长。 他们纷纷表示,自己的孩子在这一年内变化很大。 比如以前孩子就是说有点内向,然后不主动地跟人打招呼,不主动地跟人问好。 然后自从去年,张爷爷在我们学校门口,然后为孩子们守护以后。 然后孩子最起码现在,然后在家里,包括做家务呀什么的,能主动地帮助大人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 谢谢大家。